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要出发去槟城啦 Let's go 来 我要开carplay啊 然后打开这个网易云 我们来选一首歌单吧 即使到了马来西亚 我还是喜欢用国内的软件听音乐 因为它的UI界面真的做得非常好 而且歌单推荐也很好听 关键呢carplay还能有歌词 这点我特别喜欢 路上耽误了些时间 到了槟城呢已经日落了 在槟城的跨海大桥上看日落 真的好浪漫 我们的酒店就是这个 这么这么高 左边有停车楼 看到那个车呢吗 我们春天在这边 这边属于旧城区对吧 旧城区这边就是很 位置狭小 然后所以很难停车 所以它就设计这种自动停车楼 就是从这边诶到 那边睡在这边 是一次的 这个比特央 很能 햇余的 这边是一整个把 多余的 非常能冷却 我们订的是一个这样的套房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厨房 这边是客厅 然后还有电视 这边卧室 它是之前的一个豪跳改造而成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很大 还挺干净 然后都有配套的这些沐浴露之类的 我们来看看酒店的风景 这就是那个塔咯 在我们中对面 然后它这边呢 有一个小小的微波炉 还有咖啡机都有 这边有这个胶囊咖啡 还有茶包 TWG的这个茶包 好像是转变的 我那天呐 有一个很 有一个 有一个 看一下 哇 真要搞碎了 哇 可怕 我们发现前面有好多人的一个区域 看来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的酒店就在市中心 所以美食都在附近的步行距离 在寻找美食的路上 我们看到这几家排队的人特别多的档口 感觉一定很好吃 然后我也加入到长长的大队伍中来了 原来这家是吃鸭粥果汁的 这个东西很新鲜 我以前都没有听过 它是用鸭肉还有猪鸭的内脏 配面或者是粥吃的 为什么它家这么鲜美 因为它的汤底都是用老鸭汤熬制的 所以真的是酒香不怕巷子生 对面也是一家果条汤 不过是鸡脚的 也是很多人在排队 好大一碗 还有猪耳朵 还有猪耳朵 虽然是猪耳朵了 猪耳朵在耳上 它四肢的猪耳朵 要什么来着 可乐 这是面面的小块的果汁的感觉 上面也不错 好久没有吃鸭鲜了 这个很像 你知道直接要吃那个 好多猪耳朵 好多猪耳朵 还有一颗卤蛋 好吃 然后觉得它的汤水 觉得它的招牌汤水 一定要点的 四果汤 就是那种杂烩吧 各种汤圆之类的 好多猪耳朵 我们来到了Chulia Street 看这边 灯火灰火的 好多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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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啊 看那边那边好漂亮 看那边那边好漂亮 看那边老人去马路了 美食一条街 快来看夜市 我在写的夜市 我要好好看夜市 美食一条街 美食一条街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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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加特长露露 那你们看看这个夜市啊好繁华 感觉每一个蛋黄都好好吃 不过这个夜市没有很长 好像就到这边觉得很美 这边还大长着 好可笑 哎呀 烟熙火了 现在遇到一个开很长队的 这是吃什么的呀 杀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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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个冰城的美食真的是多呀 在这边的老外特别多 这边人大多是我听着讲英语的比较普遍啊 这边的华人啊什么的讲英语福建话啊比较主流 真的太炸了我现在已经很饱了我现在真的想多吃一点但吃不下了 太饱了太饱了太饱了哎呀 这边好吃的太多整条街都是好吃的还有酒吧 现在找一个地方去吃个甜品吧休息一下太秤了 这家甜品店感觉很赞 好漂亮的面包都卖光了 这整个冰箱好有圣诞的感觉 哇 这大圣诞树好酷哦 这里 真的好有圣诞气氛 这家变得太好看了 满满的圣诞感 你在干嘛 做个小老头 这边应该是酒吧一条街 好热呢 好像在国外的感觉 就是特别特别多的 然后我哥哥 我还以为生的老人是真的吓死我了 我站在那里 这家也好漂亮啊 这家餐厅 我觉得这边世界杯的时候一定很热闹 这全都是来看球的 太炸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选择哪一家怎么办 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霸王茶几 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霸王茶几 这家好漂亮啊 来进来看一看 这家设计的好有风格 这个霸王茶几真的是我今天拿下间的特别 好看啊 或者说是它的设计感 特别强 霸王茶几之一 就是它是结合了这个 槟城的古老和现代 后面这个墙我觉得 它应该是比较着 槟城 现在它应该是根据一个 古建筑 或者是一个遗址 这样改造的 然后呢 有一些地方改造 有些地方 好像原来是这样的 我觉得世界特别好 特别漂亮 看槟城这个红玉灯特别有这样的 它是感应的 就好了 然后它就出现play suite 然后就在这边等就可以了 神奇吧 我感觉槟城特别的干净 然后那些小巷真的很干净 没有那些蟑螂啊 然后很脏的水沟 而且这边人民祖屋也都刷的特别 心特别整洁 就整个城市的失踪失贸 真的是我觉得马来西亚 No.1 这个槟城的第一天 就算短暂的结束了 因为今天的一些意外情况 所以呢 很晚才到达 然后那边就匆匆的赶上了一个晚餐 不过呢 也是对槟城这座城市略有一些见识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城市 我感觉特别的干净整洁 而且这边的像楼啊油漆啊 都是刷的很新很干净的 就是很人性化 感觉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边的外国人超级多 就是我在那条街上看到好多好多 就整个餐厅酒吧全都是外国人 就感觉完全不是相在马来西亚的感觉 还是挺喜欢这里的 然后现在呢 我要准备睡觉了 明天早上呢 要去接朋友 给朋友一个惊喜 现在呢 我就是在酒店的这个小厅啊 然后看一会儿剧 我现在在追这个韩剧 然后准备休息 我看韩剧呢 用的是这个国内的一个软件 叫做韩剧TV 然后在这边其实是不能用的 但是呢 我为什么能打开呢 包括在出发之前 我用这个网易云音乐去听歌 然后很多我的粉丝之前也问过 说哎 怎么在这边可以用网易云 因为呢 网易云音乐真的是歌的质量非常高 而且有很多的歌是其他的途径 搜不到的 那为什么我在这边可以用国内的软件呢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好用的VPN 这款VPN呢 叫做云极光 无论你是windows 安卓 mac iOS 都可以下载 最主要呢 是它无需注册 下载就可以立即享受7天的VIP免费体验 软件操作也非常简单 不论你是看视频 听歌 还是玩游戏 都不会卡对 手机呢 电视 电脑都可以用 现在注册并填写邀请码21天 还可以再领取14天的VIP使用权限 购买一年还可以免费再赃送6个月哦 感兴趣的小伙伴真的可以试试看 好 我现在准备去洗漱 休息了 明天一大早去 我们吃优格泳 然后就要去机场 借我墨尔本来的朋友了 给他一个惊喜 好兴奋 晚安 明天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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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